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嘉一市智障福利協金会设立小型作业所 提供智能障碍儿一个进阶教育的机会 中央大学图书馆举办《勇敢利他》系列讲座 提倡利人利己的精神 北港花灯蕴藏浓厚历史气息 但也面临传承危机 嘉一六角蒜头村不产蒜头 但却蒜香四溢 因为这里闻名的是蒜头饼 对于普通高中生来说 最期盼的就是升上大学 但智能障碍的孩子却没有这样的福利 因此嘉一市智障福利協金会设立小型的作业所 希望能够给予他们一个再度学习的地方 并且培养他们的工作态度 智能障碍者在社会上处于弱势地位 对于一般家庭来说 养育智能障碍的孩子是不小的负担 因此嘉一市智障福利協金会与政府合作 在1013年起举办小型作业所 透过社区化的代工以及手作烘焙等课程 促进他们的生产能力 给孩子有一个可以学习的地方 他对他的一般的生活的那个规律 学习的态度 至少他以后如果还能再到职场的话 可能比较容易适应 这边的师姿 还有那个同才之间的互动 他每天都很想来这边工作 一个个白色直筒 经过上胶 选图粘贴后 不一会儿功夫 一个美丽叠鼓巴特的鼻筒就完成了 除了鼻筒也教导他们折纸设计 在他们的成长中 看见了未来的希望 就还有做到马赛克的那个鼻筒 在学习他也做得很开心 小型作业所提供智能障碍者们 一个安全的避风港 然而走出这个大门后 面对的是现实的社会 部分公司也未按牢基法规定 给予他们相对的福利 一般人其实做的那个 所谓的工作量是一样的 但是有时候三个月半年过去 老板是有用它 但是他还是没有按照牢基法 他还是 照原来的可能就是领几千块 到一万块左右 小型作业所的成立 开启了嘉义智能障碍者们 领益扇窗 期望透过政府以及民间团体合作与监督 尽力保障身影障碍者们的工作权益 中正一报吴平璇 周厚林嘉义市报导 嘉义民雄有不少外籍配偶在此就业 但他们的工作环境与待遇 相较于本地人仍有许多落差 他们期盼政府能够实时推动政策 保障他们的工作权 中正大学临近聚落丰收村 村内有不少外籍配偶在此就业 他们多半选择在大知识 民雄工业区等地求职谋生 时常遭遇不友善的对待 民雄在地的外籍配偶比例颇高 他们也持续有活动 工作权益的促进一直是目标之一 我也办了一室的座谈会 就是针对这个选丽的问题 拿到台湾身份证 我们已经属于是台湾人 那是不是选举要上选人 他们也要终述我们的选丽 他们也要关心我们基本工资 盖给员工就给 那就是要请老板的联系 新住民本身他们有一些自助的团体 那他们会举办一些像一些 劳动权益相关的一些课程 或者是语言 那协助自己的这些同胞 只要是劳工 他其实基本上都应该要受到 劳基法的保护 基本上他是不会因为 是不是外国籍 然后去受到这些歧视 但是在实际的落实上面 我相信这个部分还是问题很多的 不少互助协会都是 外籍配偶可以寻求协助的管道 外籍配偶远离家乡 寻求简单温饱的生活 雇主将心比心好好对待 才是唯一解决之道 中正一报 富威林宇柔 嘉乙民雄报道 中正大学图书馆 举办勇敢立他系列讲座 第一场请到的是 在南投县爽文国中任教的王振中 究竟他为了什么 选择留下来继续为学生服务呢 带您一同来看看 中正大学图书馆近日推出 勇敢立他系列讲座 邀请到全国唯一拥有 Superpower师朵奖三项首长的 王振中老师来演讲 这次的演讲主题是 应中正大学勇敢立他系列的讲座来的 那我想要跟这些朋友们分享 就是说成就自己是快乐的 但是成就比人会是快乐一百倍的事情 如果各位了解台湾的继承教育的话 可以发现一片香的这个地方 很多很多的问题 他居然能够一一的克服 我想他应该有些不同的观念 所以才能够让他支撑 17年左右的这个时间 因此就想要请他来 王振中老师在公费分发下来到南投 起初很想离开的他 因为当时学生的一句话 让他选择留在这里 我是在1997年的时候来到南投 那是公费分发不得已回到这边 其实我也很想走 那是因为1999的921地震 那我在当兵 然后我回到台湾放假 我的学生是就是抱着我哭来 因为这场很刺激的地震 让他们觉得心里很没有安全感 所以他们去问了我这么一句说 老师你会不会回来 所以其实是因为这一句话 让我想起我当初之所以 想要成为一个老师的初衷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留下来 陪他们走过这一段路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一走就是20年 陈汉王振中老师 一起合作棒活动的学生 也来到演讲现场 并表达了他对老师的想法 我觉得老师是一个就是 很认真很敬责的人 那去参加他的营队的时候 不管是行政或教学上 他会感受他的用心 可能他们学校比较小 所以就跟学生的感情都很好 他们会有些就是讨论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老师是一个很棒的人 然后他常常就是 在学校忙到很晚 然后就是为了这个学校一直付出 曾经只想成就自己的王振中老师 最后发现利他就是利己 这也是他始终留在南投 这片土地的原因 中正义报许廷雅 吴宗伦 中正大学报导 不断因工程延荡许久 而引发争议的故宫南院 日前发布年底将完工的消息 故宫南院办事处与县府合作 策划许多措施 希望能够吸引观光人潮 但也有人担心这样的理想难以实践 故宫南院随着延荡的工程 频频引起争议成为嘉义县 备受关注的议题 日前中云公告即将在年底 是营运策划十大开幕首展 展示内容包括亚洲厚焦艺术 陶瓷器伊斯兰玉器 数位艺术等主题 希望打造一个带动地方整体发展的国际观光景点 故宫南院定位为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 那在开幕的时候有十大首展 那这些展览都相当的精彩 我想这一定会吸引很多的民众来参观 借由丰富馆场与相关活动策划 吸引观光人潮并带动地方发展 是故宫南院启用的首要目标 也是居民关心的重点之一 我本身就会想要来参观 那相信其他人一定也会很想来参观的 我觉得是蛮不错的 在那一带的附近的 听说他们的房价全部都开始有涨 如何实践南院规划的理想 以及相关衍生问题该如何解决 中正大学历史系杨宇勋教授 建议从现有的院长文物着手 创造带有故事的镇馆之宝 并运用在地的产学合作 加强推广 你必须要有典藏的计划 如何把它变成一个教育的 很完整的 至少在学生这个课源 它不会有问题 至少要达到教育的目的 就算这个馆是亏损状态 它也是值得的 高档的艺术层次可能没办法 但是一个文物艺术的教育功能 我觉得故宫南院可以从这里发挥 与学术机构合作 稳定南院的学术深度与活动广度 如何实现南北平衡 年底揭晓 中正医报刘怡安 陈寒英 嘉义泰宝报导 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活动广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为了让更多人能够认识南华 南华大学的学生自行举办全国性摄影比赛 希望能够促进在地居民的认同感 并且吸引野界人士参加 相互切磋技术 分享彼此的经验 南华大学摄影社近期举办全国摄影大赛 让非在校生共同参与 认识南华校园 学生对于资源的掌握 倚靠学校和业界的协助来办理 让活动顺利进行 这一次是我们南华大学第一次举办全国性摄影大赛 其实就是一个推广学校的东西 让更多人可以看见南华大学 办这个比赛重要的是宣传 学校在宣传这方面 其实我们的课外活动指导组帮助我们很多 它包括说发文给教育部 或者说它发功文给全国各大专院校的科外活动指导组 它在经费的部分呢 我们也是编了专门的一个预算 再加上一些其他活动的搭配 例如说校庆系列 整个活动能够加在一起的话 会希望去提升它的曝光跟它的能量 除了邀请到业界人士来当评审 拥有浓厚摄影色彩的红雅书房 也是这次的协办单位 就是额外提供一个展览空间 让作为一个宣导和成功的举办 我们希望这个学生陪我们一起成长 或者我陪他一起成长 南华摄影社积极推广比赛 奖金及业界评审或许是吸引参与的原因 而外校对于比赛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如果全国性要让社会界 就是专业人士来的话 5000块的优营可能不够大 南华大学将全国摄影比赛作为媒介 让更多摄影者能互相切磋 不仅从中衡量自己的实力 更能在比赛中发挥自己对摄影的态度与热忱 中正一报 郭亚璇 朱维化 南华大学报导 全台各地的元宵灯会即将接近尾声 而在云林北港有着流传已久的传统花灯 入行已有15年的吴登兴 是这一代最年轻的花灯工艺师 他期盼能有更多年轻人一起来投入 自清末流传下来的花灯艺术 在北港地区插根 吴登兴从炒扣着灵巧的双手 学习做出一个个精致的花灯作品 我们目前有收到日据时期的照片 可以推到清末 清朝末年大概就有花灯 当时的花灯形态稍微比较不一样 没有那么花巧 主要还是以工灯类 那是做一个单单的花灯就是 我当然要看你做的东西的难度 还有你需要的什么样的动态和表情 那也影响到你的工法和工时 时间就不一定 但是都耗时 随便做 比如说这样做一只马 应该要做个一个礼拜的差不多吧 在庙宇或街道上常悬挂着花灯 不同的造型为北港地区 营造出些许活泼或古典的气息 有些人是属于还愿 就是说我跟妈祖许了什么愿 说在农历年节 他要点一盏灯 为妈祖贺寿 过那个比较好 人家知道过来老年 各地的传统文化 如今都面临着传承问题 期待有更多年轻人 加入保存文化的行列 我们传统产业 不太有年轻人愿意投入 因为你付出的学习时间很长 收入跟你的时间学习的不成正比 文化会让这个城市不会熟气 文化的保存 无法单靠政府的力量 如何让特色文化 成为一个城市的灵魂 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中间一报 李兴入李佩柔云林北港报道 嘉义市成人街有美街之称 在这里有一间拥有百年历史的表画廊 他与画家陈城坡有亲戚关系 带您去了解其背后的故事 以及他们的师徒情谊 嘉义市成人街在日剧时代 有许多画室画廊在此营业 因此有美街之称 店是从那个日剧时代 就是陈城坡 他的亲家 浦英 从那个年代开始一直下来 那浦英他就是我爸爸的师父 现今88岁的陈玉枪老师父 已由第二代陈家鼎继承表画廊 陈家鼎放弃原本的工作 受父亲之命 回到家乡陪伴父亲 并学习接手表辈书画的生意 表画工艺 移附着中国书法和绘画艺术 而逐渐发展 百年画廊维持用传统手工方式制成 其所需花费的心血 代表的是师父对于表画手艺的坚持 那所谓单表就是要保护你这张的寿命 让它保持久一点 这是传统的表背 现在很多新的 它都没有这样表 它都是用那个机器热压 这种笔墨的东西 最好不要用那种机器热压 因为你为了要省那些时间 还有那些手续 反而会增加一些困扰 变成你的作品没办法一直保存下去 陈家鼎坚持守护 这项可能失传的手工表画记忆 让这间百年画廊继续屹立在美肩中 中正一报学书军陈廷安嘉义市报导 超商的冰淇淋常使用期间限定来招揽顾客 但你知道这个词也能用在玉米上吗 嘉义县大林镇有一滩炭烤玉米 一年只卖三个月 而且已经维持了四十多年 是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美食 嘉义县大林镇有一滩古早味的炭烤玉米 老板简坤浩和他的母亲 四十年来每年只从农历十一月 营业到元宵节前后 四十年有了啦 一半就是说冬天的时候 冬天的时候会出来这边做生意啦 客人啊 有的时候过路客也有啊 有时候人过路过贵买og料 有时候来吃过贵料 都会明年这个时候他会再来 有经过他会再来下来买啦 尽管台湾一年四季都有生产玉米 但是出自对于口感的要求 老闆母子除了每天亲自到市场挑选之外 更坚持只卖最饱满鲜美的冬季玉米 因此有了一年只卖三个月的经营模式 这个夏天的时候 它的东西就比较好吃 可是就是比不上年底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好吃 所以我们就是都经在玉米当季的时候 就是人家说的 就是中时的时候 这里在烤 所以这个玉米都是新鲜度 都绝对有到那儿 没有华丽的招牌 也没有炫目的广告 靠着街坊间口耳相传建立起的口碑 是当地人都知道的美味 玉米也切了 这也好吃 玉米就开始吃了 今天吃十块了 吃到四十几块了 实在真的好吃 还吃 许多在地的美味小吃 往往隐藏在不起眼的乡镇道路行 下次经过小摊贩 也不妨试着挖掘一下在地的美食吧 中村一报 沈志平 黄佩文 嘉义大林报导 位于嘉义县六角乡的蒜头村 以蒜头饼为名 为了配合时代变化 老板更研发新的口味 带你一同去一探究竟 嘉义县六角乡的蒜头村 往往让人误会为蒜头之乡 其实并非如此 那为什么村子会以蒜头为名呢 以前的蒜头不是叫蒜头 那个蒜是蒜树的蒜 蒜头饼是由我们这个地方在制造的 别的地方可能买不到 它有餐那个有 我们在吃那个蒜头的味道 所以那种味道比较有比较特别 这样子 村里的名产蒜头饼 是来家不能错过的伴手礼 独特的口味 陪伴着村民长大 把那个蒜头捣碎 然后再结合麦芽 因为我们这边是蒜头村嘛 阿公那时候也很聪明 就以这个地名来结合这个食材 然后做出的这个蒜头饼 它很吃起来很香很脆 然后口感 很绵密 还蛮好吃的 为了让蒜头饼被大众接受 老板努力保持蒜香原味 且同时注重养生 它吃的比较重口味嘛 也没有像现在人就是比较注重养生嘛 那就是慢慢的研发研发 现在做到现在就是比较注重养生这样子 那也是因为有客户 他吃到我们的蒜头饼觉得很惊艳 然后他就把我们订蒜头饼 然后到他们大陆上海的超市上去买这样子 如今这份古早味已经传承世代 他们利用自己的方式 努力把这份口感延续下去 让大家都能品尝到这传统的好滋味 节目的最后带你一同到中正大学 欣赏有黄色花海之称的黄金风陵墓 谢谢你的收看 我是吴荣景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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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